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,中原节是客家族群相当重视的神圣节庆,一直到农历7月20日进入重头戏,桃园市现有客家人口约85万人,居各县市之官,桃园市客家事务局主办,中立区公所和中立人海工及五个轮直理,共同办理的中立区中原庆典艺术节活动, 30日下午2点起进行第二届创意神猪咬尽,以各式资源回收物品打造的创意神猪,将游街互别苗头,看谁最具冠军像,晚上7点起在人海工前还有客家一文晚会,早期在南桃园地区每逢中原节都会赛神猪,杀猪公,家家户户更是百流水席请客,曾有台北亲友下午出发,晚上还塞在车 中,但近年来随着都市发展,养猪空间受限,加上护生等意识抬头,早期动辄数十头,甚至上百头神猪惨赛胜况不在,杀猪公请客的习俗也已慢慢示威,中立人海工传承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原庆典,有别于往年的赛神猪,今年续办第二届创意神猪竞赛,参赛创意神猪已在地社区为主, 透过征券评选出二十件,各具特色,绿罐、瓶盖、草绳、铁筒、花布等多元回收资源为材料,打造阿拉丁神猪、俏皮猪、神乎奇迹的表演猪、彩虹猪、吉祥福气猪、想飞的猪、功夫猪、招财猪等,各式造型为妙为孝, 创意神猪竞赛前三名奖金分为五万、三万和一万元,由民众票选最佳人气金一万元,民众也可把握时间,在29日到中立区公所一楼中庭参观,以QR Code扫描票选创意神猪,即可抽日本来回机票等多项好礼。 值得一提的是,面对时代改变及环保意识抬头,渐渐改变杀生祭祀精神,赏猪献祭是传承百年的宗教活动,为了避免在这一代中断,伦之区星河里74岁也是养猪户的徐发光,就竞献所细心饲养两年版,重达1367台金的神猪,在中立区中原庆典艺术节赢得特本奖, 也是唯一一头真的神猪,另外,中立警分局预计30日中午12点至晚上12点于省到延平路,环北路至圆化路间,实施封接管制,提醒用路人配合改道。